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今天我来教你慢性前表性胃炎 怎么来彻底治好它 其实这个病很多人都有 只要去做过胃镜 很多人都会被查出有前表性胃炎 怎么治呢? 很多人都知道 说先去吹口气 吹口气只要有阳性就要吃四连疗法 这个吹气就是做碳13或者碳14呼吸实验 来查查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 只要有了要吃四连疗法 要用阿蒙西林加克拉梅素加奥美拉做 再加上一个菊原酸B碱 那么连吃14天 吃完14天过段时间再去查一下 如果阴性了 那证明这个菌就被杀灭了 那很多人容易忽略了 吃完四连疗法再去做一下修复微粘膜 用一点瑞巴派特或者用硫糖铝 再加上一点奥北拉做 连吃半个月到一个月 这个微粘膜就被修复了 但是很多人都说 我吃过这些药我都吃过 这个胃病照样还在 经常的还是胃疼 就是不好 为什么 我就想问 感冒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感染了病毒 我们是不是只要把病毒给杀灭了 这个人就以后就再也不感冒了呢 当然不是啊 为什么很多人好久不感冒 很多人呢 经常感冒反反复复就是不好 问题不是在感冒病毒上 感冒病毒在空气中 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多 为什么就你特别容易感冒 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力 抵抗力太差了 感冒病毒才会反反复复发作 那为什么你的胃病反复发作老不好 是因为这个菌吗 是因为胃黏膜破损了吗 它只是一个原因 它只是一个诱因啊 如果你的胃的功能特别差了 你的胃本来就特别虚弱 那这个时候你把菌给杀了 你就把胃黏膜给修复了 你的胃病就不会犯了吗 当然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说呢 你想要彻底治好胃病 最关键的是要调离你的胃的状态 那么把它给调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怎么调 西医呢 没有合适的药物 也没有合适的方法 只是让你好好吃饭 好好注重营养 那这个时候就更多的要去用到中医的方法了 所以说这才是中西医结合 那中医怎么治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你只要辨证对了 用上药就好用 如果你辨证不对了呢 那有时候呢 就特别难治 那我就先把几种最常见的症情 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首先第一类 这是最常见的 就是呢 我一吃凉的就胃疼 就胃不舒服 就拉肚子 那这种的多见就是脾胃虚寒 那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只要是慢性的这种胃病啊 久病必须 他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吃的太凉了 受了凉了导致的寒血客胃 但是时间一长 通常的都会有脾胃虚寒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叫温中散寒 就把进来的寒气给它去掉 并且要补一补胃中的阳气 那最好用的一个药呢 叫做父子里中丸 脾胃虚寒的人 效果就非常好用了 那第二类 很多人的这个慢性胃病和脾气有关 很奇怪 就是你只要一生气了 一发脾气了 最近只要是情绪不稳定了 抑郁了 就不爱吃饭 就胃疼 那如果是和情绪有关的胃病啊 我们叫做肝的问题 因为肝在质为怒 肝气横腻 饭胃 就会导致胃的不舒服的问题出现了 因为肝属木 脾胃属土 木刻土 所以说呢 肝气腻了 就容易呢 成脾土 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呢 可以用到像 疏肝和胃蛮 肝气泛胃 效果呢 就比较的好用了 既然有寒 那一定会有热 有些人呢 经常的就是口臭 牙痛 大便还蜜 并且呢 喜欢喝凉水 你看一下舌胎 舌胎 特别的黄 那这种人呢 多见是湿热中足 湿热呢 预结在胃中 那你要清一清湿热 那最常用的药物呢 叫黄莲清胃丸 或者呢 是霍香清胃胶囊 用清胃的药物 调节一段时间 热少了 那脾胃中的 这个阴阳平衡了 那自然的胃的抵抗力啊 它的这个功能呢 就强健了 这是这三种 那再往下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因为啊 吃的太过油腻了 这现代人是特别多的 爱喝酒 爱吃特别的肉 那么说呢 吃肉喝酒 吃特别多不好消化的东西啊 太多油腻了 饮食积在胃中下不去 就会导致啊 这个胃中 这个饮食机制 导致呢 这个胃病的出现了 像这样的人 在西医上特别多的 就是消化不良那一类的 就是经常的消化不良 疼不厉害 就是肚子胀 不爱吃饭 这个肚子胀满的 特别严重 那我们要消食导致健脾 最好用的药 叫做饱和丸 那它有比较好的这种 消食健脾导致的作用 专门治疗呢 这一类的胃病 那你看 这一讲 是不是就讲出来四种啊 那你以为就完了吗 其实胃病还有好多种啊 那下面这种 虽然说不常见 那你也听一听 为什么说胃病难治 就是因为啊 胃病 辩证准了好治 但是呢 它的症性却是很多 那比如说呢 还有很多人 说呢 我这个胃痛啊 有个特点 经常的就感觉胃中嘈杂 你说不出来怎么难受 就觉得这个胃里面 就是不舒服 并且呢 经常的口干 饿了 就不想吃饭 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叫鸡不欲食 就饿了还不想吃 那么这种情况呢 多见就是胃因亏虚 一身舌头 舌苔特别的少 口干的厉害 那么要用一些养胃因的药 比如说呢 养胃舒克力 就是比较合适的药物了 那再往下 还有没有呢 有些人这个胃疼啊 疼得像针扎一样的疼 并且呢 一身舌头 舌头上全是这种鱼斑鱼点 舌头是鱼子的 那这个多件事 鱼血内停于胃中 那我们要用一些活血的药物 那比较好用的 像胃康林啊 比如说呢 像甜漆止痛片啊 那这种可以呢 行弃活血的药物 其实呢 对于这一类的胃痛啊 是比较好用的 那还有一种胃痛呢 也比较的常见 你问他疼得厉害吗 他说我疼得不厉害 就是隐隐作痛 并且呢伴有啊 大便 唐膝不成形 一身舌头 舌头上全是牙齿硬 那这种的胃痛的多件 就是属于脾胃虚弱了 只要是一吃的好不好了 不好消化了 一吃油腻的这个皮啊 它就出问题 就会出现了这种胃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健脾和胃 那最好用的一些药物呢 像香沙六菌丸 这个药物呢 就比较的合适了 那除了它之外 还有像森林白竹丸 森林健脾胃颗粒 那这些药物呢 都是比较合适的一些健脾的药物 如果你感觉浑山眉角 少气懒炎 甚至伴有一些胃下垂这种问题的话 直接用补中意气丸 补一中气 身体胃气 就能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所以说呢 你看这样简单一讲 就有非常多的这种中医的症型了 所以说中医难就难在边症上了 那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来讲一讲 你除了用药 中医不光用药 用经络和穴位调节胃病呢 也很好用 那怎么去调呢 那既然呢 胃在这儿 我们就选择一个呢 可以直接调胃的一个近端的穴位 加上一个远端的穴位 这样去调 效果就好 首先近端的穴位 非常简单 叫中腕穴 在哪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心口窝 到肚脐连线的正中间 哪这儿呢 就是中腕穴 这个心口窝 所谓的这个心口窝 指的就是你的胸骨 往下摸摸到它的最下缘 胸肩联合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啊 到肚脐连线的正中间 这叫中腕穴 中腕穴调节胃病效果 非常好用 那平时尤其是你是脾胃虚弱 脾胃虚寒 脾胃比较虚的这种情况 你找个爱揪条 每天爱揪中腕穴 那大约呢 15分钟到20分钟 把这个地方揪的发红 发热了 你会发现你的胃病 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那第二个穴位 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穴位 叫足三里穴了 足三里穴呢 在我们小腿 在膝盖的外侧的下面的这个凹线 叫外膝炎往下 三寸 也就是四个手指头 并起来的宽度 在小腿前面的骨头旁开 一寸就在这 这就是足三里 治疗胃病的一个首选穴位 每天的爱揪 15到20分钟 或者你隔天爱揪一次也可以 治疗的这种慢性的胃病 真的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讲到这 慢性前表性胃炎 你知道怎样来彻底治好了吗 不要光杀菌 也不要光记着修复为黏膜 增强脾胃的功能 让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和状态 才是彻底治疗胃炎的最好的方法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